8月4日凌晨2点多的一场大火 是烧毁了吉安乡中央路三段 6间联动的铁皮屋工厂 地方社团基金会在得知消息后 6日上午特别由立委 副婚旗办事处的处长 陈文清为代表 自证受灾户慰问金以及物资救援 期盼发挥人力紧硬的精神 提供协助让受灾户 可以尽快的重整家园 4日凌晨一场大火 烧毁了吉安乡中央路三段 6间联动铁皮屋工厂 所幸无人伤亡 但对于受灾户 包含身份证家当等财物的损失 心情感到焦虑无奈 地方社团基金会在得知消息后 发挥人机几机的精神 6日上午由立委副婚旗办事处 处长陈文清代表 执政受灾户慰问金以及物资 8月4号凌晨2点多的头警 副婚旗立委知道之后 然后跟我要求能够代表他 来慰问我们所有的受灾户 因为受灾户的损失 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他要求我 利用户把在市的时候 所成立的基金会 每一户给一万年的记住 并且将比较重要的物资 每一户送给他一代 然后呼吁我们社会大众 大家秉着 人逆几逆 人机几机的心 爱心来建筑 伸出援手 给予受灾户来救助 然后希望他们能赶快渡过难关 能够重启如灶 那因为我们副立委是 红十字会花联团委会的主任委员 所以说我也透过他的总干事 只要我们的受灾户 你到副政事务所 那个申请一份户籍堂板 然后那个到红十字会 求人二入181号 来申请物资的资源 不管是棉被 或是油盐酱醋米 都可以给你补助 处长陈文清代表 德发基金会、观圣恩公基金会 和佛祖菩萨基金会 等地方社团人士的爱心 执政受灾户 一户一万元的慰问金 以及物资救援 也提供红十字会 能供起生活用品的讯息 给受灾户 期盼尽早协助受灾户 重整家园 记者蒋邦彦 杰安详报导